我相信 80 后跟 90 后的朋友呢 对于一套这一个 1990 年代的港产电影印象非常深刻 这套电影就是霹雳火 成龙主演的动作电影 在这套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我过的这个巴图的赛道 虽然讲那个赛道已经没有了啦 但是在那个年代 电影会在马来西亚取景呢 就代表着会让马来西亚人非常的开心 除此之外 成龙在戏里面开的跑车 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 Mitsubishi 那个年代讲到 Mitsubishi 谁不会想到热血跑车呢 有 EVO 啦 有 GTO 啦 等等等等 Mitsubishi 就是热血的代表 虽然现在的 Mitsubishi 呢 再也没有推出这种纯运动的车款 但是他们骨子里的这个运动基因是改不掉的 因此在不久前 他们就刚刚复活了这个 Rally R 的性能之品牌 虽然讲这个品牌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可是呢 他们就跟这个 Speedlight Industry 呢合作 推出了这一款 运动化的 X-Pander 你不要以为这款车只有外观设计很帅而已 其实它从里到外都进行了升级 他们会让你知道 其实 MPV 也可以很运动化 很热血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款 Mitsubishi X-Pander 的改装版 特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设计的部分 这款车是 Mitsubishi Moto Malaysia 跟这个 Speedlight Industry 合作的改装车 这款车外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红白黑的涂装 单单是这个涂装我可以讲就是吸引完全部人的目光了 而在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改进 例如讲他们有加了这个看起来比较宽体的套件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引擎盖的上方还有在这个车顶呢 他们也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 看起来像是这个进风口啦 也比较符合这个拉力赛的设计 然后在车头你可以看到 下面有这个非常低矮的这个空力套件 加上这个进风口 所以整个车头加上X-Pander 本来就很帅的外观设计 让它真的是杀气十足 我个人觉得这一款车在改装之后 应该是 Mitsubishi 在这几年间啊 我觉得最帅最帅的一款车了 当然他们当然也不会只是改这个前面而已 旁边你也可以看到有侧裙 然后在这个车顶上面采用了黑色的凸装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车尾设计 如果有觉得前面已经很夸张的话 那么后面其实会更为霸气一点 因为这个最大的这个尾翼 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哇哦 然后接下来它的这个下缘呢 它也有这个扰流套件 加上这个车身确实也比较矮了一点点 所以你会感觉这辆车并不像一样的MPV 它真的是战斗感十足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你不要以为这辆车只是改美不改快而已哦 其实它的这个后悬吊呢 已经换上了这个adjustable可调式的悬吊 所以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对比起普通的这个expander呢 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接下来呢它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轮圈跟轮胎 在这个轮圈的部分呢 它们真的是采用了这个真正的轻量化轮圈 然后配上这个Powertrack的Racing Pro性能轮胎 老实讲这辆车我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真的是有impress到我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哦 一辆MPV可以有这样子的表现 当然你舍得去改的话 你当然可以改出你要的效果 所以我也蛮希望Mitsubishi Motor呢 可以在未来推出这个限量版的这个车型 让这个消费者有多一个选择啦 整体的氛围真的是帅 既然这辆车降低了车程高度 换了这个更运动化的这个轮胎 然后轻量化的轮圈还有Adjustable 所以我们不试驾下哪里可以是不是 不过我对于普通版的Expander 其实没有什么印象了啦 因为开了有点久 不过这辆车开起来哦 对于我来讲我喜欢操控表现的来讲 这辆车我还蛮喜欢的 首先这个Adjustable下去没有错 悬吊变很硬 但是哦它可以带来的操控感受 那个就不是普通版本可以逼啊 这个车身你可以感觉到它的车体的这个 刚性全部都也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我相信他们是肯定是有做一点升级啦 然后这个Adjustable呢 它在这个悬吊部分 它可以支撑的这个车辆 让它的这个侧倾其实会比较少一点点 然后加上这一个运动化的轮胎 Sport 就是那个Sport的轮胎哦 所以它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很符合 就是它的外观设计 就是这款车不只是看起来凶 它的操控表现是真的很好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 因为它的车身高度降低了之后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开高车的感觉 开起来就很像在开那种先背车或者是wagon 当然它的轴距是比较长一点点 但是它并不会影响车车的动态太多 这个开起来是真的还蛮爽的 我刚才有在这个山路那边试驾它的这个过弯极限 我去 因为这个悬吊跟轮胎都是比较好的关系 所以我可以feel到这辆车 它可以完全handle那种很极端的山路 例如讲连接去跟进森巴跑的话 这辆车基本上可以handle到美美 没有问题 不过因为这辆车它只是在这个悬吊 跟着一个轮胎这边进行升级 它的含引擎是没有升级的 所以含引擎还是原本的这个1.5公升的 MineVac自然进行引擎 开起来的感觉就是动力就是足够一日常使用啦 就没有太大的惊喜 不过这辆车的这个操控表现我还真的是蛮喜欢的 尤其是在你做一些比较迅速比较激进的驾驶的时候 这个轮胎其实真的很抓地 所以因为它很抓地的关系 所以会让你减少一些莫名其妙的车底晃动 这个我觉得还蛮打到我的 因为对我来讲一辆车就是在于你跟这个车的沟通 结果上因为这个轮胎加上这个悬吊啦 它们都有配合到很好 所以刚才我在那个山路跑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吓到一下 哇老耶这个真的是一辆MPV嘛 不过你要讲的话 这个Export MPV 的设定是很适合这样一个人或两个人做 但是讲如果今天你是要载人的话 可能后面就比较贪调一点点啦 所以后座的乘客肯定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不过我相信如果Mitsubishi 真的推出这款车的话 这款车喜欢的人应该还蛮多的 那真的开起来太爽了 所以这个Mitsubishi 的热血因子 真的是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了 就算一辆家庭车他们都要把它搞成运动化 不开不知道一开吓一跳 你看啊就像我这样子 我刚才讲就是我这种转弯的动作 它并不会有多余的晃动车身 你看我这样晃下steering 你看车身基本上它都是很稳定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不会有这种多余的晃动 然后你在高速过完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轮胎很抓地 然后全吊撑得住 你会有那个信心去过那个弯 就好像我在过这个弯一样 没有车 ok 看到吗 这个弯基本上它可以过到很 sharp 我觉得Mitsubishi Motor Malaysia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推出这辆车的量产版本 买的人应该会不少 因为真的太好开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的试驾分享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有个三灵魂的 像是以前EVO啊等等的车款 Mitsubishi带给我们的回忆真的是太多了 虽然讲现在他们这些车款可能比较少了 但是呢这些热血的因子热血的DNA 其实一直都在他们的心里面 所以这样子的车款我觉得是有它的存在意义的 因为讲真的现在很多人其实买MPV车型啊 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载人他们只是会有那个载务空间 然后在平常开车的时候也是想体验一下那种操控表现 当然这一个Xpander确实做到了 我对它的这个甘管其实还蛮好的 你们对这个Mitsubishi Xpander的改装版呢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牛肉质 餽 肉质 字幕 李宗盛